大家应该都知道劳力士吧 一块表能卖几万十几万几十万 而且还买不到 然后前几天我在网上逛淘宝 突然看到一个非常离谱的东西 就是针织手表 然后它所有表款都是按照名表来设计的 我看到劳力士百达匪利爱比 然后每个做的都有点像那么回事 所以我一上头就冲了一个 这个买了一个劳力士 我这个买下来是800多块钱 买了一个代表盒的款 然后这是本体 这个东西和我想象完全不一样 我以为它是很软啪啪的那种 毕竟是针织的 亮到这个盒子很硬 这个和劳力士的盒子还有那么几分相像 然后我们很有仪式感的去打开这个盒子 挺精致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 很精致 然后这就是我买的这块表 这个是一块彩虹圈的迪通拿 这个如果是正版买的话 估计得大几十万上百万了 这里面应该是彩虹了一些木头 不然它不会这么硬 然后这就是这个表 上面真的香了一些水钻 然后背面当然没有机型了 戴起来稍微有那么点费劲 看一下这个表 其实因为它有水钻的存在还挺傻的 背面是这样的 给大家拍一张图感受一下吧 其实它的佩戴感比一般的手表都还要好 因为它很轻 没有一般表那种很个的感觉 但是很多人说这个戴上会不会出汗 去室外的话 如果出汗 戴确实有那么点问题 它的精致程度比我想象的高一些 包括这个表盒 男女朋友恰巧喜欢表 这也不失为作为一个小礼物 我听说连王源都带会这块表 所以以个人来看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块玩具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